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 我们云南本地人是特别爱吃花的 那大家都知道鲜花饼是云南的特产之一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吃各样的花 比如说芭蕉花、棕榈花、海棠花 还有南瓜花、金雀花、苦刺花、海菜花等 等等等等 简单生活记录滴答趣文 大家好我是滴答 不知道您的城市是不是这样 很多口碑好的老店一般是藏在巷子里面 那他们既没有高大上的装修 也没有夸张的宣传 但是靠着口口相传 很多本地人都宁可排长队去等 我觉得这可能是做生意的最高境界了 酒香不怕巷子生啊 今天我去打卡的这一家圆茂圆老字号糕点店呢 是始创于1994年 说实话呀我在昆明这么多年 其实我没有去过那一边 只是之前在上网刷手机的时候看到本地的网友 对他们家的糕点评价比较高 就属于那种便宜性价比高 然后又好吃的店吧 所以我才临时决定去那边打卡去买一点 尝一尝味道好不好 昆明满大街连锁的嘉华面包工坊这样的店来说呢 这个老字店就会显得比较有回忆和年代感 那他家的门牌别呢是中规中矩的 在店铺的正中央呢 用粉红色的大字报 手写着今日特价的糕点价格 那一般的话平均下来就是20来块钱一公斤 注意呀小伙伴们 在我们昆明啊我们是以公斤来计量的哦 它的整个店铺呢大概是二三十平米 然后进到里面呢就琳琅满目摆着各式各样的糕点 从面包蛋糕还有各样的绿豆糕啊 一口酥啊等等等等等等 我就在此步一一列举 今天我去那边呢主要买了两样糕点 一样就是店里面口碑第一的玫瑰烧饼 还另一样呢就是比较普通的小餐包 那么现在我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它长什么样子然后口感怎么样啊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两样东西的小票 总共是12块的9块就是21块钱 那么玫瑰烧饼的话是12块钱 总共买了6个 小餐包的话一袋里面有10个 售价是9块钱 确认一下我已经洗过手了 随便拿一个 我的手掌是这么大 玫瑰烧饼就这么大 它的厚度呢大概是三四厘米吧 这个玫瑰烧饼掰开以后呢 中间的馅是紫红色的比较新鲜 怼在这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它的外皮呢是比较松软 有点介于饼和面包之间吧 那么它和传统的鲜花饼是不一样的 因为传统的鲜花饼的话是酥皮的 所以每一次吃的话就是要么就是嘴上糊了一嘴的酥皮 要么就是酥皮直接掉在桌子上满桌子都是 但是这个玫瑰馅饼的话就吃起来干净利落 我个人感觉这样的玫瑰馅饼的话 小孩和老人呢应该也会比较喜欢吃的 因为它是皮软 然后馅也不是很甜腻 值得推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燕麦小餐包 近距离看一下它是这个样子的 上面裹满了南瓜仁 燕麦还有芝麻 在我手里面一个小餐包有这么大 打开这个小餐包呢 有一股烘焙过的麦香味 我来尝一下啊 因为我没有刀 所以我得用这个蛋糕的刀来切一下 那这样的早餐搭配你会喜欢吗 就是有那种麦香味 还有果仁的香味混在一起 它的皮呢会稍微稍微硬一丢丢 所以我觉得建议还是搭配牛奶 或者是豆浆一起喝会比较好 干杯 Cheers 我觉得对于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 这样的价位和口感呢 还是可以接受的 以后我相信我还会去那边买面包和蛋糕的 好的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介绍我们云南本地的小吃的话 欢迎持续关注拉滴答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 拜拜